3号下午暴雨袭击基隆 环保局清洁大楼后方发生山峰 清洁车头下脚上卡在半空 还有其他车辆已经滑落被土石淹过 铁皮建筑也因为山峰而解体 三点左右的时候我听到很大的泵一声 我下面整个就那个黄泥水啊 一大堆这样走下去这样 是真的超级大超级大 重回现场柏油路跟山坡地出现明显交界 好几根钢筋岔出裸露在外 震撼空拍画面直击 原本土黄色的地方有铺上柏油 承受不住雨水冲刷整片滑落 员工针对前轮悬在半空的消毒洒水车 紧急拖掉抢救 大批人力只救得到这辆 因为其他约10辆清洁车公务车都已经跌落山坡 3号下午猛烈雨是狂炸基隆 环保局天外天焚化炉 清洁大楼旁边坡出现大规模山峰 幸好无人受困 目前堪灾的情形就是说 它是一个田方边坡的一个滑动 圆弧形的一个滑动破坏 第一阶段我们先让我们的同源撤离 不要再进入清洁大楼 那我们现在也启动了相关的异地办公 一旁民宅也出现部分悬空 环保局已经协调都发处 公务处等济市进行相关结构鉴定 防止灾情扩大 三立新闻众好报道